好歡迎大家收看我是葉兆熙 今集看的就是Site所寫的 Concerto No.5的第一個樂章 拉走這首歌有什麼要留意呢 第一很重要的就是Pulse 我們打算拉幾塊 我們先看譜上面有什麼線索給我們 Alegro Moderato這首歌不是很快 因為有Moderato這個字限住 但是它也不能夠太慢 為什麼呢 因為這首歌雖然一個小字有四拍 但是它不是In Four 它是In Two的 每一拍應該是以一個兩拍來做單位 所以是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而不是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你越是多拍子在這個小字裡面 它是越難拉得流暢的 就算未熟手歌我們慢點練也好 不要忘記後面有一大段是Semi Quiver 我們找到一個速度是有In Two的感覺 但是不會快到後面Semi Quiver是拉不到 B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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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wo 首先是 س頭的兩個音 這兩個音有Action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想著落功要做Action 但上功那個是弱了很多 我自己做Action是喜歡 或者覺得是用功速做 是會好過用力量去做 用力量去做 那個音很容易會壓得很實 所以兩個音的功速都要夠 然後我們看看三連音之前的幾個小節 譬如我們由28開始 這三個大家不知覺得他們是否一樣大聲 還是會不會是最後最大聲 反而最後那個音應該要輕一點 就不會是 有點不準 但如果你真的這樣拉的話 最後最大聲的話是有點老套 可能你先生未必喜歡 但試試看這個詞 你喜不喜歡 說回那些三連音 這些三連音就不是Staccato來的 它真是跳弓 我們在弓的哪部分去拉這些跳弓 給你幾個選 弓筋、中弓、上半弓 我想你都會選弓筋或下半弓 不會在中弓的 因為很難跳的 你跳到但你控制不到它 很少弓就夠腳 千萬不要那麼大動作 當你拉這三連音的時候 記住提自己的動作 1、2、3、4、4 或者是用旋去幫你 每一組的第一個音 如果我們這樣想 這四個小字就會很流暢 不會讓人覺得很長 因為我們真的有一個詞 在腦裏面 1、2、1、2、1 35是差不多的東西 這裡是新的東西 一個新的調 我們怎麼知道新的調呢 你看到 開始很多accidental 又有C natural在36 然後是37、8、9 39還有F natural 本來這首歌是有兩個sharp 現在去到這裡 兩個sharp 作曲家都幫我們 natural 我們知道是有些新的東西即將出現 一個一個小字提我們 沒有的了 沒有C sharp 沒有F sharp 然後最後停在哪個音 是一個C natural 之後的東西可能會和C major有關 看看是不是 好像不是C major 不像C major的聲 有點像A minor的聲 然後又變 好像有E major的音 為什麼 我們怎麼知道是E major 看看有D sharp 這個是52小節 一拍加三連音 加一拍三連音 如果我們想 那個節奏是準確的話 拉一拍的時候 以三連音去數 即是不要這樣數一拍 接著加三連音 應該在這個一拍裡面 你用1 2 3 我做一次 3 4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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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個一拍就一定夠長 不會是 通常是不夠長多的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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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短對比是很有趣的 所以在59小節 頭兩個半拍拉短一點離開 還有我們說 記住離開條弦 上一集講過 所以這裏都是 就不要 你聽到聲音死了 離開條弦少一點 然後60一段很柔和 大家看到了 Tranquillo Tranquillo即是寧靜 然後Dolce 是很甜蜜的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開始的時候那一段 它是怎樣的 大家還記得是 好像有些要宣佈 和60這裏是 好像一個女生 很溫柔的 很溫柔的 不會很大聲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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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ing 我想刚刚我繞的速度比一开始时我讲的速度快 或者可以慢一格 不然大家剛才看到 我拉的Semi Quiver的感覺 就算你幾想做Phrase也好 你太快的時候 始終有感覺好像被人追著 如果慢一點的速度 變成六十小節那段就會 就要用這個速度 Semi Quiver的這一段 很多人拉這一段的時候 會有點論盡 為什麼呢 其實十居其九都是用得太多功 在那些分弓的Semi Quiver太多了 或者甚至調轉了 連弓可以用多些 但是就不夠多 但是分弓要用少些 又可以用得太多 剛剛調轉了 為什麼我們說連弓會多些少呢 一來因為它兩個Semi Quiver 另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要用多些功 我們拉快些少 那別人才聽到那個旋律 有趣的地方 那些有趣的地方 就不是重覆的音 即不是 即不是這些 第三第四個 每一組Semi Quiver 第三四個音 就不是這兩個音 有趣的是 每一組其實就是那個連弓 所以 你看到 除了連弓之外 那些Semi Quiver 我用很少 這個有少少不清楚 然後這裏 幾有趣的 你好像有聽到兩把聲 但是那個竅門就是 你要在上半弓拉 和你要輕少少 如果你又重 跟著又去了下半弓拉 你聽不到這個 第三樣要做的 就是你要用手腕 將那個手臂 不要伸到遠離 你自己太多 你不要去到外面 近一點點 收回來 對 底的腳要多一點 E弦 HIGH 它已經出到 所以不用管它 Action 多一點 快一點 一路向下 但是是Crescendo 最後那個一拍 可以拉得乾淨 來樂一點 我們不用 又不用漸慢 又不用要太多的Vibrato 所以總之是爽朗的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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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